孩子想吃饭店的烤鱼了 咱今天在家实现他的愿望 我今天只买到的草鱼 其实您用黑鱼 青江鱼 回鱼都很好的刺少 像这个草鱼它就是刺比较多 咱让老板去淋以后 从中间当咱一分为二 回到家以后再洗一洗 把里边这些黑膜 血丝都给它去掉 否则它会比较腥 饭店一般不就是整条鱼从后背劈开吗 然后整条鱼下锅炸或者先炸再烤 但是咱在家没戏 咱可以把它打上点花刀 分成四块 葱姜 来点料酒 来点盐 给它腌制十分钟 咱这样炸完了再给它凑一块 其实和饭店也差不多 多来点油 先把这个洋葱和芹菜给它冲一下 放到咱盘子里面垫底 您看这鱼腌好了以后 一定得钻干它的水分 上面来点面粉 鱼皮朝下下锅 就像这样半煎半炸 如果你有烤箱呢 可以炸至半熟以后 再给它180度烤十分钟 如果没有烤箱 就直接一次性给它炸熟 咱今天吃的这是香辣的 然后还一般还有藤椒 蒜香 不同的口味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 葱姜蒜炕锅 加入这一袋调料和500毫升的清水 先给它熬制个两三分钟 让它充分的入味 咱今天用这调料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包括品牌 销量 还有评价 您点开购物车 一目了然 等于外边一般一条烤鱼 都得一百大几嘛 咱今天买这条鱼是四十 这个料是14块9 加一块 反正60块钱以内都能搞定 然后咱们把它浇到鱼上 如果您想像饭店一样特别好看 还可以炸点辣椒芝麻 给它浇在上面 再来上一点香菜 好吃的烤鱼就出锅了